粉丝之天粉丝之地有了粉丝顶天立地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男今天的话依旧给大家带来这个cf手游的 tf爆料视频啊本期视频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英雄军武器散弹枪啊试剑精杀 其实的话 这期视频做的是有一点晚了就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吧 这期视频是给大家做了晚了各方面原因所以说我就不多说了然后 估计还有过两天吧大概这个视频发出之后过个一天或者两天政府就更新了 这是在体验服录制视频 全新的散弹枪啊就是这个散弓雄级的啊他是其实有几个特殊功能男角色以及女角色持有的话 是 不同的动作 外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特殊的外形这外形 生化强化有没有这又是为生化 而出的一把全新的这个散弹枪武器啊 个人感觉的话 没有太大必要入手啊我个人是这样感觉的因为的话 已经前面应该做了一把黑龙什么东西 那期的话那些视频没给大家做做爆料那也是一把散弹枪的 好这边的话显现手续咱先说一下这个世界金沙吧 依这边的话他拥有特殊的近战攻击 在生化模式中呢是可以极为僵尸 并且的话随着人物性别 男角色以及女角色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动作 并且在生化模式是有伤害大幅提升 伤害的话是随着距离而改变 因为大家也知道散弹枪嘛你如果你距离隔太远的话 肯定伤害就不到到位 对不对这不用多讲 他也不是步枪也不是刀 对不对挑战的话挑战的话也是有所加强 然后经验值的话是增加100 以及 同行间玩家经验值增加是三百分之三十啊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进入这个 生化模式啊 生化模式的话就是 这个地图叫什么来 心里知道这是模式但是总是想不出来 空间战生化空间战讲起来了啊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手持 这个 世界轻杀是什么效果但是外观的话确实很明 但并且这些 这些的话是在端游没有 大家可以看稍微有一点卡针啊不要紧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开枪的这个效果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并且的话如果说你是在端游里面的话是没有你想要买都买不到端游到现在 看我现在这个端游已经8年了啊8年了9年了8年了 然后的话一把英雄级的散弹枪都没有 对一把英雄级我一直是想出把打击者的散弹枪啊 或者说是出个 哪怕气锤散弹枪或者a2都可以这边的话是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一会的话会给大家带来这个第一视角式演示大家可以看一下刚刚是击飞的这个教师 看到没有 这有点强啊 这有点强如果说僵尸过来抓你的话直接如果一个的话 可以遛僵尸 那肯定没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右键啊特殊攻击啊 并且的话这个版本的话其实还有一些东西的话我就不给大家多做了时间 关系还有我自己自己的一身问题 然后就不给大家做视频了好吧然后我主要这期视频就是给大家带来这个视界惊讶啊主要就是视界惊讶 然后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4f 无论是端游或者手的这个tm爆料作品的话可以点一波关注啊 关注我的更多精彩视频 不论是这个端游或者说4f端游或者说4f手游有tm有更新什么新东西的话我都会一一给大家带来这个解说视频 如果是喜欢的话就可以多多关注然后这边的话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视角大家可以看一下的伤害啊距离越近这个伤害越高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随着距离的更远的话大家伤害明显的 减弱啊 他不可能毕竟是散弹枪是不是 这射速还是挺强势的我换子弹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挺帅的啊讲真挺帅的端游里面没有端游不可能出这种 外观的武器吧 还是在手游里面比较爽一点所以说更多的小伙伴 喜欢玩这个手游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鸡飞僵尸的这个鸡飞中间者这个效果是这样的啊 右击 特殊攻击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 我的唯一可以说的话是鸡手游三连我的新浪微博是妖娃小男妖 喜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 最后的话也可以大家在这个pvp里面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他在pvp的话就是个渣啊 就是个渣啊 不用多讲因为散弹枪的话 他在端游里面应该 大家应该知道有把贝雷塔能把散弹枪还不错但是 散弹枪是在近就是稍微中近距离 杀伤力很大然后这边的话是中阶者是开技能之后这个伤害还是很小啊很小 然后的话是散弹枪是在这个中近距离的威力很高并且的话这一把 赤血金刹这把英雄机武器他是为这个 升化升化加强版武器对也就是说你在 端游里面他根本看不到啊端游里面的话一升化成武器 包括手游里面升化 加强的英雄机武器直接是不是一个档次的很多啊 然后这边的话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外观啊外观的话确实很故障 人在地上是这种效果 我也给大家测了一下他的具体伤害 PVP模式里的话 毕竟PVP还是鸡类啊 一枪爆头打击头头部的话是 252的血 散弹枪的话准数也是很大 144 刚刚那怎么回事打了252 我的天 反正你知道一击可以爆头就可以了 然后再打一下这个胸 瞄一下胸是72的血也是两枪才能打掉 我测试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有AC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注意 然后打击腿部的话 应该是5272是不对的应该是52应该是腿部的话应该是52才是正确的 好这个右肌的话伤害还是很可观的 在生化模式里的话可以骑皮僵尸但是在这个普通的这个 PVP里面是可以成功击杀敌人 好我们再打一下这个腿啊 然后右肌的话打一下这个腿的话是89的血 也就是说明他右肌的伤害很可观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这是很可观 随着距离的话 你看你如果说你距离远的话 这这只算是一个 中距离吧 对不对 合理的中距离 他伤害就降的 非常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说在 不适合在PVP里面用 打不到 但打到的话伤害也很少 其他的步枪就直接都是秒杀的 可以看一下 很难 看到了吧 反正 这把武器的话我个人感觉 还一般吧 除了这外观的性能的话没有太大吸引到我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购买 毕竟萝卜白菜都有所爱 对不对 还是蛮不错的 外观 没说的 就是屌 这是没有圆形的这武器 纯属是自己设计的 好了 那本期的这个 赛F手的爆料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边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说吧 喜欢就多多关注 订阅 我永远是最爱你们的小男 最后的话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右肌在PVP里面的效果 其实跟在这个 PVP是差不多 好了 大家再见 拜拜